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ッ buon 转身 变现 0 其实这种转身边拳非常容易产生KO 因为它的力道非常大 只要你打准 但是这个准确度很难掌握 命中率很低啊 因为这种拳法都转身 要转身所以它发力的轨迹幅度会很大 很容易对这手预判出来 小光第一句上来之后都显得还是比较放松的 但是蓝方因为看过托特威耶夫的几场比赛 有一个技术动作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在后撤当中特别面对对手拳法进攻的时候 后撤当中前手的反击和引力相当快 刚才是一个脚踢出张刁钻的一高扫 哇塞托特威耶夫连续的拳法并重 赵小玉反应也不慢 有一个机会之后就马上转身摆成了反击 对因为刚刚那一下赵小玉的感觉应该是裁判会叫停 但没想到没叫 突破突破突破耶夫就马上抓住机会 对 联系了几几命中 今天突破突破再一次高扫 今天突破突破耶夫这高扫的利用力很高啊 而且刚才那一季挂到赵小玉头部的扫踢啊 难度系统很高 是在赵小玉向前冲的时候啊 一季高扫的赢机 是在赵小玉头部的扫踢 第二季比赛开始在第一季比赛的过程当中啊 突破的维耶夫啊几季非常有威胁的高扫踢啊 嗯 呃 令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呃 一阵惊喜啊 再一次高扫 对 哦 漂亮一季中段的扫踢 好 双方在 哎呦 这个意识很好啊 对 这个之后可以马上进攻的 哇 再一次的 哇 转身后摆 对 转身后摆 加转身后方啊 今天这个突破多伯耶夫的动作啊 非常的大啊 哇 漂亮啊 已经中拳 其实刚才那个后手拳是正好突破多伯耶夫后仰多闪的一个时机啊 所以虽然说这个赵小宇发力很猛但是呃 可能并没有给突破多伯耶夫造成重创 但是我认为还是造成非常大影响 因为突破多伯耶夫下一次马上拢住抱赵小宇 因为呃 那个后撤之后啊 突破多伯耶夫已经没有再后退的这个空间了 这个时候只能抱住 防止赵小宇再进行一连串的这个后续的进攻 这个后续的进攻 现在赵小宇是步步压进啊 啊就是一个扫踢 这这这对这这一连串的准备动作这个距离跨度很大 哇 今天的突破多伯耶夫打起来啊 啊跟以往的风格有点不同啊 这个整个的步伐移动和迂回的幅度也是有点大 哇 这两个前后手明显命中啊 对 再一次命中 哇 哇 这个高少很危险 对 连续的祖国拳加高少 让赵小宇避之不及 这一连串的这个后撤当中呢 这种突然技术进攻啊 几先和突破多伯耶夫 把握机会的能力啊 虽然在后撤当中但是一有机会 这个中远距离的拳法的主动进攻啊 会非常迅速 而且一旦得手之后不给赵小宇丝毫喘气的机会 别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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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赵小宇虽然在步步紧逼啊 但是还是不敢做帽啊 那种突然的主动进攻 因为我们知道 哇 哇 这一个后手得手了 非常善于在后射当中的这种后仰 然后反击拳法 所以我们看赵小宇在进攻的时候 还是显得没有能放松的 哇 这个后手直拳的营机啊 好 来 继续拳 对 当中的突破突破耶夫 表现出了非常优秀的这种 中远距离的突然进攻 以及非常及时的反击的这个意识啊 但是赵小宇呢 也有几次远程的这个后手手前 给突破突破耶夫 造成这个非常精准的命中啊 对 哦 突破突破耶夫 是种 有非常 火山能力啊 对,非常浮夸的这个假偷做来,迷惑赵小语 赵小语示意图文的威服,主动的搂抱 这场比赛双方都有重击,都有命中 这场比赛双方的难减能分 再一次,但是赵小语这个反击很快 赵小语这场比赛出血了 刚才在互相进去的时候出现头部相撞的这个局面 好,但现在看来好像没有太大问题 好,比赛继续 对手的这个局面也使他站在他对角对面的赵小语激发了更多的激情和热情 是的,我相信现场观众也不希望比赛就此终结,因为还没有看过瘾 是的,好,笑笑有这种稀化风筝啊 这能,哎,也是你的换钱 哇,这个转身摆拳,这是一个转身摆拳,但是距离过近啊 走尖的地位可能先接触到了对手 啊,就非常考验我们场上黄涛的那个叛干能力和及时控制 呃,介入的这个能力啊,因为双方打太激烈了 啊,赵小语这个态势像一只小牛一样往前顶啊 是的 对,非常勇敢 漂亮 这个时候面对赵小语像牛一样,小牛一样积极主动的进攻啊 不过多伯业乎这种中远距离的反击和迎击动作 在一瞬间可能失去了以往的效果 哇,这个能力全法互换 非常的重的一个女性 无论怎样赵小语这个进攻的态势呢,毫无四毫没有减弱 啊,登 react 上去! 哇,哇 已经失控了,对,保持应的李志啊,听懂这个场上裁判的唷和炉爆炉 要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犯规 那就太遗憾了 对对对 所以还时刻要听从裁判的指令 哦 观众最喜欢看这场比赛 双方全球 哦 这一拳打得 不过多么颠覆有一些晃动啊 对 盾拳之中有一击重击 好 叫小宇 抓住 抓住 哎 鸡要是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